大家好 我孙老 今天我们说一说走向终点的人民币 那关于人民币消失 人民币走向终点这个话题 我们在大概一年以前已经说过相关的话题 所以本来没什么新鲜的 可是当初所说只是一些概念 而如今我们发现这些概念正在逐渐的走入现实 所以我们就要来具体的看一下 这个现实当中 人民币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终点的 那我们所谓的人民币走向终点走向消失 它并不是说你手里的人民币突然变成一块砖头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真正的凭空消失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关于人民币所定义的那些内涵 它的很多项目都会不再起作用 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到底什么是人民币 人民币的定义是什么 里面有一些哪些细分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现存的人民币有几个特点 首先就是它可以用来在中国国内购买各种商品 它是一种可以自由交易的法定货币 可以自由的用人民币购买任何你想要的商品 第二 人民币每年 它的每个人按规定可以购买5万美元以内的外汇 那购买的依据就是根据有效的汇率来进行外汇的购买兑换 第三点就是在购买外汇之后 中国公民可以合理合法的把用人民币购买到的外汇 转账到世界上另一个地方 那只有符合以上几条才可以说是一种自由流通汇率有效的货币 那所谓人民币消失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上这些特点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消失 那么目前呢 新闻媒体和大众啊热烈讨论就是人民币汇率下跌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问题作为切入点来深入的聊一下人民币走向终点和消失的过程 那么现在呢 新闻媒体都在关注人民币汇率呢 主要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在发生贬值 那截止到5月14号 人民币汇率兑换美元已经下跌到接近6.8的区间 那我们通过这一年整个汇率走势图来看 人民币汇率在二十年的4月到5月确实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价格下跌 而之前呢一直比较平稳 但实际情况是不是像媒体说的那样 人民币即将发生大幅的贬值下跌呢 至少现在我认为还没有到那种巨额贬值的情况 而且呢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认为 现阶段呢单纯关注汇率数据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来看最近十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图 人民币近十年最值钱的时候大概是2014年左右 那个时候的最高价格是到6.1左右 而人民币兑换美金价格最低的时候呢 也曾经超过7.1 那这个时候也就是19到20年期间 那再来看今天截止到5月14号之前 人民币大概是在6.8左右徘徊 那这个价格虽然是近期以来比较低的价格 但是如果从最近多年的历史来看 它不算是最低价 人民币价格低于6.8以上的情况呢 是相当多的 所以把现在的价格下跌形容为人民币暴跌 人民币崩盘 这个形容啊有点太过了 那如果现在这个情况就形容为暴跌的话 那请问你用什么词来形容17年 19年 20年 这几年的表现呢 那如果现在就使用形容词的最高级 那么比现在更严重的情况 你就无法形容了 现阶段随意使用暴跌和最高级的说法呢 它反而是会让人没有办法看清 目前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那接下来我要说重点 就是呢 在现在这个全面管制的特殊时代 人民币汇率数字其实字面意义不大 那这个呢就好像我们去讨论 朝鲜币的汇率是升还是跌 其实没有意义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资金流向的统计图表 这个是中国外贸盈余和国际储备的变化图 那么按照中国官方说法 中国的外贸正在进行所谓的优化结构调整 那今年前四个月 中国出口是6.97万亿元 增长10%以上 那么出口增加就形成了外贸顺差 可以看到蓝色的线就是外贸顺差累计值 截止到今年四月 这个趋势啊是不断上升的 但是挣到手里的美元 它并没有全部兑换成人民币 美元呢 其实没有进入到中国的银行系统里面 沉淀下来成为国际储备 所以红色线代表的国际储备累计值 并没有随着外贸增加而增加 在四月还出现明显的下降 那说明呢 外汇资金一直在往外逃 那这个趋势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从四月份以来 人民币的汇率在下跌 那汇率下跌和资本外流趋势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从这个角度来估计呢 截止到今年四月 中国资金净流出 大概在一年8000亿美元左右 这样一个速度正在逐渐追赶上 2016年资本外逃潮的时候 那种外流的速度 那总和来看 现在人民币价格下跌当中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外资撤离 另外还有一部分呢 是内资外逃 那根据德国商会 今年的调查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外国员工 打算在今年夏天离开中国 而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 中国大陆仅仅在三月份的一个月呢 就流失超过175亿美元的外资 主要就包含国债和股票的变现和外逃 那以上呢 就是目前人民币外流的情况 和汇率走势的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有同学有疑问 就是说现在的中国啊 是越来越走向封闭 走向闭关锁国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为什么还出现了资金大量外逃 和人民币汇率下跌的情况呢 这个是不是说明中国的监管开始失效 所以呢 人民币将会走向大跌 将会走向汇率大崩溃呢 我觉得不能这样看问题 其实啊 我们刚刚对比过历史数据 即使和2016年17年相比 现在的资金出逃都不算很剧烈 而现在的恐慌程度 市场对于中国爆发战争 爆发不确定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恐慌程度呢 是远远高于2016年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在依然是一个强监管 强控制的时代 如果没有强监管的话 那么今天向外流出的外汇 向外流出的资金 绝对是现在数据的20倍 30倍以上 就有这么夸张 所以数据反映的并不是资金仓皇外逃 而恰恰是大监管 大封闭的日子就来了 那么现在中国跟美国脱钩 可以说已经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情 但凡读点书 明示里的人都知道这个趋势 那就像前段时间 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那样 中美之间不管在搞什么协议 假装在签什么合同 你都不要相信 因为这些行为呢 都不能阻止中美之间实际上 不断分道扬镳的事实 那么在这个大环境之下 目前资金流动数据 它能够准确反映出市场的实际需求吗 肯定不是 这个当中啊 是有相当大的比例 依然是被监管机构所控制 所以数据反映的并不是完全的市场供需关系 那人民币升值也好 贬值也好 它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被有关部门掌控的一件事 所以说呢 现在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方面 依然是有主动权 这一点呢 你必须要搞清楚 人民币汇率到底是谁说算 那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人民币暴跌或者暴升呢 我们可以设想两种情况 第一就是 什么时候人民币可能出现大幅暴跌 大幅的暴跌不是现在的1比6.8 可能是1比10 1比20以上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出现的唯一可能 就是中国政府已经失去了 对于市场监管的能力 中央政府不能再掌握全局 地方的金融系统 银行系统 完全不听中央系统的命令 他们可以随意的兑换外币 并且把外币汇议向国外 只有当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 才会出现资本成功的大量外逃 汇率呢 也随之出现大规模贬值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 人民币会出现大幅升值呢 人民币大幅升值 汇率很高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它恰恰就是中国彻底闭关锁国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名字叫 人币汇率改革 历史经验和未来趋势 根据文章介绍 中国外汇体系 最早从1953年就完全建立了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人民币汇率呢 它其实是上个世纪90年代 到2015年之间 几次汇改形成的 但是在汇改之前 人民币价格是非常之高 那根据统计 上个世纪50年代 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2.62 那比现在高多了 到70年代的时候 从1973年到1979年 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 甚至还在上升 从2.5上升到1.5 就是每1.5元人民币 就可以换到1美元 这个是人民币最值钱的时候 那么从50年代到70年代 这个时段是一个什么阶段呢 这是一个革命的阶段 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刚的阶段 这个阶段 中国的国家目标 并不是以赚取外汇为目标 那所以在这个阶段 人民币的低汇率 对于中国来说是没有意义 所以呢 它就造成表面汇率 会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准 但是民间不可能自由过汇 那后来汇率下降 是从90年代开始到2000年以后 这个下降的原因呢 有很大程度就是因为 可以用来降低出口半成品的国际价格 这样就可以增加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那这样的一种低汇率策略 那是中国在以外贸出口为导向之后 才设立的一个策略 那换句话说 如果中国未来依然是出口导向 那么人民币价格不会涨太高 民间呢 依然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 购汇自由的权利 但是如果中国之后 不是以外贸出口为目标 而是以别的事情为政府目标的话 比如说阶级斗争 继续革命 统一台湾等等 以这些东西为目标的话 那么人民币就没有必要再维持低汇率 民间也没有必要再实行自由购汇的政策 那一旦这个事情发生呢 美元会直接成为国家独占的资产 购汇会成为违法犯罪行为 也就是说 你要知道人民币汇率走向 你必须得看中国国家 未来它准备要干什么 它到底是以外贸出口为导向 还是以阶级斗争 统一祖国为导向 那现在主要矛盾的问题就是 中国会不会走向第二条道路 那么我的答案呢 就是短期来看不太可能 但是中长期确实有这种风险 那可能性的原因就在于 我之前曾经做过一个节目 就是大农村那期节目 中国未来建设的方向 就是一个农村化的网格社会 采用农村式的管理模式 那么在这个基本架构之下 就产生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农村化的社会结构 其实根本不需要 人们使用太多的货币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货币的大量使用 货币的思维方式成为人们 衡量价值的一个标准 这个事情从本质上来说 它是城市化的结果 也是资本主义的结果 那德国哲学家西米尔 他在经典的货币哲学 这个著作里面 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就是人类历史上 资本主义的发展 和货币的泛滥有直接关系 是货币这个东西 让人变得更自由 他把那些原本属于 第三等级的低等人 从农业经济和封建金的束缚当中 解放出来 货币其实代表一种自由 那他写道 货币支付也是一个人 用货币从人身义务当中 赎身出来的权利 那要求电农缴纳一定数量的 啤酒家禽或者蜂蜜的地主呢 也就因此把电农的农事活动 牢牢控制在某个特定的方向上 而一旦地主只征收货币地族 电农就完全自由了 那他就可以随意决定 是养蜜蜂还是养牲畜 或者是从事别的事情 那这个呢 就是历史上货币和经济自由的大致关系 但如果现在中国真的要实现大农村体制 只能是反向操作 那中国必须削弱货币的作用 限制选择的自由 同时呢 要加强对于劳动者 劳动种类的规定和控制 那如果我们上升到 西米尔的货币哲学 从这个高度来看事情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明确的对比 我们所讲的货币化的思维方式 货币统治我们生活的一切 它其实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城市人的哲学意涵 它其实就是一个货币人 它采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是一种货币主义 用货币来解放人身的依附 用货币实现自由交换 实现财富自由流动 这种哲学呢 就是城市化的哲学 那与此相反 大农村体制 它不是货币主义 它是提倡一种保守的家徒主义 在回到大农村的模式之下 人的自由会减少 而人身依附关系会加强 在哲学上来说呢 每一个人都会变成农村的电农 他们并没有自由选择 劳动种类的权利 也没有自由使用货币 购买商品的权利 更没有让货币自由流动的权利 这种人呢 是具有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的人 他非常类似于扎根于土地的植物 我们也可以从哲学上称之为植物人 那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 通过农村的集体农场 集体劳动 实际上呢 就把人都变成了 共产主义之下的植物人 而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建设呢 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 把过去中国的植物人 又变回货币人和城市人 那到现在 中国这个轮回式的历史 又要进行一个新的轮回 重新回到大农村状态 那如果这个情况发生 它就代表货币在社会经济当中 重要性会下降 而各种的人身义务 各种食物或者是劳动形式的地租 它的作用会明显增强 那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如果它资本主义的部分减少 人身自由的部分减少 那么货币的使用就必然减少 货币的作用必然下降 在这个情况下 货币就会变成一种 类似于商店里的购物卡 购物积分一样的东西 它只能在指定的商店里面购物 它甚至只能指定购买特定的物品 所以你的选择是受很大限制 那与此同时呢 这样一个购物积分卡式的货币 它是没有办法和其他类型的 主权国家货币进行自由交换 就好像你不能用商店的提货卡 去直接换美元 一个道理 那所以目前的问题就是 如果说中国最后真的是 走上了大农村道路 那么人民币就会变成 农村励志超市里面的提货卡 与此同时 人们的劳动也不再是 完全以货币方式来进行支付 而是以社会积分和票据的形式支付 而人的劳动选择 在很大程度上 是按照组织的具体要求 不能自由选择 那我们来看 大农村植物人去货币化 人民币走向终点 这几组概念是同购的 它们会同时出现 那这个时候呢 也就意味着 人民币在某个意义上 就真的消失了 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到 节目一开始讲的 人民币目前三个特征 来判断它是不是会消失 那第一个特征呢 就是货币能够自由的 购买任何商品 它体现的是一种 消费者购买的自由 那这一点呢 是有可能随着 从城市人到植物人的转化 从而走向消失 货币不能在自由购买 你想要的商品 而是需要通过跟社会信用积分 和票据搭配使用才可以 那第二点呢 就是能够使用本国货币 和其他国家货币 自由交换的这个权利 那中国呢 表面上每个人有5万美元额度 如果你自己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人 现在就拿着中国身份证 自己去银行兑换 你就看看你能不能从银行手里 兑换出价值5万美元的美钞 拿在自己手里 这一点到底成不成立 自己想一想 第三个特征 就是自由流动的特征 那一个货币自由流动 它才叫做货币 那在中国今年的人 你现在也可以尝试 用自己中国的银行卡 向国外的银行账户 电汇5万美元美金 你看一下这个业务 能不能顺利办下来 自己去试一下看 所以说以上三个 现存人民币特征 它未来还存在吗 基本上是很难了 我只能说 现在人民币正在消失之中 未来呢 彻底消失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这种可能性呢 就在于目前中国实现大农村管理 中国回归家族主义的保守社会 这个情况有可能发生 因为呢 大农村的本质 其实就是全面加强管制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进入特殊状态 而之前如果你看过节目就知道 紧急状态和特殊状态 它是一个杀手锏 这个就是现在掌握权力的人 当他觉得自己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能想到的一个最后的办法 用这个办法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进入军管状态 就能够以此来保住 延续自己的权力 同时呢 实现大农村化的管理 那换句话说呢 如果中国走上这条大农村的道路 那么人民币就会回到上个世纪 50到70年代的状况 这个状况就伴随着整个社会农村化 货币呢 不再管用 而是社会积分 各种票据开始管用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 那这个事情 它本质上是一个什么事呢 它其实就是啊 回到初心的一个表现形式 换句话说 就是人民币要回到初心 货币回到初心 人民币的初心是什么时候 就是1953年建立的整个外汇人民币体系 回到初心 回到人民币和美元1比1.5的时代 这个时代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习大大 希望大家回去的时代 大家做好人民币回到初心的准备 好 今天就说这些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